日前在中国发生的所谓中国版茉莉花革命 虽然都是虚惊一场 但从现场派驻大批警力维安来看 中共已是草木皆兵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社会治理八条 其中一条就是加强网络管理 北京也将实施以手机监控市民出行 并建立巡逻警务站及时掌握街头情况 网络世界无远福建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 渐渐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 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管道 网络快速的传播力却反而成了当局的隐忧 各种管制办法其出 最后还要通过手机定位做到全面掌控 自有亚洲电台报道 两次的茉莉花聚会 让中共当局如临打敌般扩大防范层机 对媒体采访甚至不惜暴力相对 由于官方媒体很少报道 中国民众大都不清楚 利比亚的半政府示威 引发了血型镇压 新华社在报道时 对于安理和谴责利比亚当局 对平民的暴力镇压 可视为反人类罪行为 却刻意回避 在美国的中文期刊 北京之春主编胡银对此表示 中国官方媒体 在报道利比亚事件上的避重酒精 说明了中国当局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担忧 澳洲日报报道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出险期 各种矛盾交织 累积 很容易因利益相关而形成共同利益诉求 报道说 为了严控互联网 中国退出的管制互联网法律法规又六十几步 但成效还是不理想 网上传言 共产党决心要预防社会动乱 并且限制本国公民抱怨政府寻求改革的努力 北京通常遮罩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新闻机构的网站 也不准网民谈论被视为是敏感的话题 例如埃及的群众抗议迫使穆巴拉克下台的事件 茉莉花革命也被列为网络敏感词汇 据北京晨报3月2号报道 北京将以中国移动的北京1700万手机用户资料为基础 建立北京市市民出行动态信息平台 为政府部门规划交通布局、人口管理等服务 日前在中国多个网站发出了一篇没有署名的通告 通告内容规定 禁止利用互联网、通讯工具、媒体等方式 从事组织、集会、游行等行为 对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将追究刑事责任 新常人记者 李廷 王明宇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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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